下主觀嗎? 我怎麼覺得這樣講可能會有人在臭 所以你覺得口氣社人一般是怎樣? 口氣社人就... 嘴巴很會動 然後... 可以主觀一點沒關係 不用太忌諱 就你自己內心會幫你打馬賽克 可能有點... 吵雜 聲音有點吵雜 有點擾名 就這樣 你知道嗎? 口氣社常常都被稱為口氣猴嗎? 那你覺得為什麼他會被稱為猴? 就因為他們很吵 大家都這麼覺得 還是說不好相處? 我不知道好不好相處 因為我不認識口氣社的人 OK